我要你的人 我不行的 你不行 我行啊 祖哥 怎么样 愿不愿意啊 别怪我不帮你啊 愿意就脱衣服 脱啊 眼前的美女为了就男友甘愿牺牲自己 可没想到对方只是在骗她 别说大哥对你们不好啊 上去吧 太好了上去 这个委屈求全的美女叫阿慈 男友高大强是连接报社的一名记者 因为年轻气盛什么都敢写 成了很多有权势人的眼中钉 这天高大强刚到家 母亲就交给他一个信封 里面是一打钱和一块金表 就在高大强一货不已的时候 家里的电话突然响了 对方警告他只要不在报纸上乱写 就会给他数不清的好处 高大强一正言辞地拒绝了 接着他去歌舞厅街女友阿慈下班 谁知却被西环探长张耀祖拦住去路 蔡小姐 你刚才唱的歌很好听 我很喜欢 我跟你介绍 我的男朋友 我认识他 我也知道他的笔风很厉害 他写我的文章更是惊天动地 高大强一听就知道钱是他送的 今天来也是劝他不要多管闲事 眼看高大强再次拒绝了他 张耀祖暗骂他不失抬举 第二天他把张耀祖 贿赂自己的事写上了报纸 谁知老板看到后把他臭骂一顿 接着就把他赶出了报纸 看着上司手腕上的金表 高大强嘲讽地笑了笑 当他回到家里时 一群人正在他家里翻箱倒柜 很快就从柜子里翻出一袋面粉 面对这种明显的栽赃陷害 高大强当然不愿意承认 张耀祖就让手下对他拳打脚踢 想出了各种办法折磨他 可高大强都没屈服 还是你有骨气啊 你弟弟就不行了 才打了几拳就打断了几根肋骨 你妈妈呢他更窝囊 我大胜了一点 他就晕过去了 原本他打算抗争到底 可弟弟和母亲是他的软肋 最终他还是承认了罪行 很快他就被送到了监狱 在张耀祖的特意关照下 给高大强检查身体的 是一个满脸猥琐的阿三 检查完身体后 高大强被带到了队伍里 按照这里的规矩 新人都要先被修理一顿 老大们知道他的遭遇后 每人只是象征性地给了他三拳 随后就由羊头达叔把人带走 教他这里的规矩和注意事项 第一碗是高大强最难过的 因为新人要给老大做尿架 所谓尿架就是高大强要充当架子 拖着老大们去上厕所 面对不停溅在脸上的液体 高大强感觉无比的躯 第二天他又被带到暗房 原来每个新人来到这里后 都要接受鞭打的惩罚 提开肉站还能勉强忍受 可血肉模糊的伤口粘在裤子上 那感觉疼得能让人发疯